大家好,我是乔娘 这里是中华民国台湾高雄市古山渡轮站 是不是可以跟汽车旅馆一样 叫摩托车渡轮站呢 我刚来的时候闹了个大笑话 以为汽车旅馆就是给汽车住的 我今天突然想起了 摩托车也可以上渡轮 我真是第一次看到 看眼前这幅画面多么漂亮 相信你的脑海中常常会出现这种画面 小船从风破浪向你醒来 你和你的恋人站在船头 看着一串串白色的浪花 多么诗情画意 我还想看诗和远方 船还没坐空 已经到了汽转渡轮站 你看多方便 摩托车一下就骑下去 行人从这边出去 一下船有很多三轮车可以出租 我看过爱河 也拍过西子湾 但方向还找不到 原来鲁雄音乐中心在这里就能看到 第一个用于我眼帘的是天后宫 这个来大家一定会看到 第二就是骑军的老街 这里是骑军最热闹的地方 骑军四面环海 海产品非常的丰富 都是吃活的海鲜 跟我家乡一样 我很喜欢 三就是海边 这是来骑军一定要看的地方 我小时候家乡有海 但是没有椰子树 小娘引不住在这里拍照打卡 这里是情人们打卡照相的地方 很多人在这里拍婚纱照 有蓝天 有沙滩 有椰子树 但是没有比基尼 因为疫情期间 禁止下海 在船上没有看到诗和远方 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诗和远方 想象着海的对面 我的奶奶 我的家人 还有秋水 这里的美景 会让人窒息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里的海非常干净 沙子是黑色的 非常的细腻 好舒服 洗净的沙子晒得很热 四脚在沙滩上走 会非常的舒服 有治疗香港脚的作用 然后再在海水里浸泡 会有杀菌的作用 这里的浪打出来 就是一颗爱心 如果你有耐心 在这里看上五分钟 会不断地把爱心 打到浪上来 潮水退下 就可以到地面的礁石上去 第四个要看的 就是珊瑚礁 露在海面上的珊瑚礁 这个是很珍贵的 所以能告诉我 那个小房子是干什么的 只是海水会打进去 长年累月的珊瑚礁 被海水打得非常漂亮 空空洼洼 千姿百态 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沙漠仙人长 可惜它长得很高 这个已经开花 这是个小花蕾 奶奶说这个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如果脚上长鸡眼 用这个贴鸡眼就会掉出来 看上面一大片 其今是一个长长的小岛 海岸线 贯穿整个岛屿 哇你好可爱哦 我们家的腕腕被我宠坏 你看人家会自己来找食物吃 沙滩晒得滚烫 走起来非常的舒服 但是如果你来海边 一定要补充水分 虽然温度高 但这里一点都不热 海边的设施非常好 上来可以比起脚 比起沙子 这是厕所 无意见拍摄 台湾的厕所都是这样 永远是干干净净 奶奶常说 如果到了一家人家 看她家的厨房和茅房 就知道这家女主人 会不会整理家 做个好老婆 所以我到一个地方 都先看她们的厕所 谢谢 看点五就是 吃着鱿鱼 看夕阳 来到齐军 一定要吃鱿鱼 七斤的鱿鱼超级大 吃着鱿鱼 看夕阳 简直美呆了 六就是 看完了夕阳 看夜景 因为有海的声音 七斤的夜景 像一幅美丽的画 灯光下的天后宫 非常的美 我喜欢陈其迈市长的声音 叫大家出来揪垃圾 七就是太阳从巷子里升起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看观景台上的高型灯塔 这一次我没有看到因为正在维修已经封闭 只能看看这些所谓的历史 鸟潮在它的附近 这一景点看完 往下一站 第八站 就是彩虹教堂 这里是到齐军 一定要到这里打卡的地方 非常的美丽 如果仗潮 浪会打到上面来 远远的拍过去 非常漂亮 最适合拍婚纱 会留下最美的回忆 第九就是齐军海岸公园 就在这条路上 也是沿着海岸线一直走 不用问路就会走到这里 这里有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贝壳馆 远远的看过去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贝壳 这里会让你有丰富的想象力 贝壳馆就在楼上 这里有收费 但是里面的东西不是很多 对我海边长大的人不稀奇 十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齐军校区 在对面就是齐军国小 因为是疫情 这里边不准进出 我说明我的来意 从台中来的 保全人很好 让我进来拍摄一下 非常感谢 前面我说过 齐军就是一个长长的岛 从前面的海岸线 走到后面的海岸线 不用十分钟 所以这个学校走到最后面 就是后面的大海 你看远远的就能看到轮船 只有在这样的小岛上 才能无时无刻看到海 看到大轮船 这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齐军分校 看完学校 第十一个景点就是 就是赶大吉 买海鲜产品 这里的产品什么都有 只要你有钱 什么都能买得到 前面影片我已经分享过 第十二就是一定要吃大碗公 这是网友们强烈的嘱咐我 所以来齐军一定要吃大碗公 我给大家归纳了这十二点 供您来齐军参考 这就是齐军渡轮站 我要上船咯 其实坐渡轮也是一大景点 也是摩托车可以上去 游客们都会把握最后的时间 要离开齐军了 还得努力的拍 留下最美的回忆 投资自己创造价值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这些影片我都发给了秋水 这就是我喜欢的景色 对面的船缓缓的驶过来 这些渡轮每十五分钟一班 我现在坐的是旗鼓一号 再见了齐军 再见了善良好客的齐军人民 我在这里也认识了一对 非常友善的夫妻 我会再来探访你们 下次来我希望我带着秋水夫妻 让这美丽的环境 把秋水召唤来 让秋水的幸福生活从这里开始 齐军是我看到最美的地方 虽然短短的几天 但是我来台湾二十多年最放松的日子 特别这三年都为情所困 别误会哦 是为疫情所困 无法回到家乡看望奶奶 今天来到了齐军 就想回到我家乡的海边 我依依不舍 不想离开其境 榴莲忘返 哈马兴 我们到喽 谢谢 为什么叫哈马兴 明明是古山渡轮战哦 我回到了太平 闻到了山的味道 岛田的味道 哎呀我的万万们 十万你没有七福八万 有乖乖吗 三个都好乖哦 看我阳台上的姑娘 刚刚我听到一个白头翁在叫 他在偷吃我的姑娘 赶快剪下来 再晚一天 白头翁就给我吃光了 太甜了 这些枝剪掉 从下面发出新的来 还会结 这个水果就是姑娘 非常的甜 我前面有影片介绍过 题目是我家的姑娘生了 现在这些姑娘成熟了 它有18种氨基酸 营养价值很高 也不用洗 自己带壳 赶快到后院 看看我的菜有没有干死 哇空心菜长这么大了 铺门前种好的通头 哇我的凤梨菜几天没看到 长得这么漂亮 紧碎 这个枸杞叉支的影片 我有分享过 你看现在所有的枸杞都活了 长得非常好 韭菜长得像蒜苗一样了 很粗很粗 你看多粗啊 有点像我的小手指 右边宽叶的是蒜苗 你看韭菜给它长得一样粗 韭菜太粗了 上次从山上挖回来的山芹菜 哇 拱子长出来了 九层它也老了 花赶快揪掉 就出于这么几天 后院的植物都长风了 疫情又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在家里做美食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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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